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世界視野的年輕新一代 作為香港最具規模的傳播學府之一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50年來 栽培的傳理人才多不勝數 學院緊貼時代步伐 努力整合課程 現時提供3個註收 8項轉收 電影電視專收課程 同學可以學習到創意寫作 實際拍攝 後期製作 和產業管理等的知識和技巧 以至影視媒體歷史和相關理論 打好創作基礎 為投身香港 以至華語影視市場做好準備 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 內容以數碼動畫為主 提供媒體藝術理論和創作訓練 同學亦可以接觸到互動媒體 遊戲設計和圖像設計等內容 體化同學創作出意念新穎 又具欣賞價值的視覺作品 我在全力電視系學到單止拍戲的技術 更加重要是訓練到我對電影藝術的創作思維 令我可以在這個行業蠟燭 實現我做導演的夢想 廣告及品牌專修 訓練同學成為專業的廣告人才 統得靈活運用不同的媒體 創作及傳遞具創意的信息 協助企業機構有效地向目標群眾 推廣品牌及產品理念 提高營運效果 組織傳播專修 培訓同學在人世、組織內部及組織之間 等不同層面的信息傳播能力 等他們掌握建立團隊、決策及解藍等知識技巧 成為不同範疇的管理人員 以及各類機構的傳播專家 公關專修課程 著重訓練同學的策略性思維 等他們有能力協助企業機構 與不同持分者溝通 進行危機管理等 直至提升公眾信任度 建立良好關係 正面及長遠的品牌形象 及組織聲譽 學院的課程為我打好基礎 令我知道如何將理論及實際工作結合 透過不同的媒體 用創新的宣傳策略 將品牌信息帶給公眾 建立品牌信任度 從而提升品牌的市場地位 中文新聞專修 教授以中文為主的編載技巧 課程著重提升同學的語文水平 分析和表達能力 涵蓋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 裝備同學應對新聞業界的嚴格要求 數據與媒體傳播專修 提供新聞和數據分析的跨學科訓練 著重培訓同學 在數據新聞的重要技巧 包括數據挖掘 分析和管理 以數據為主的序事傳播 新聞資訊視覺化等等 國際新聞專修 著重訓練同學的英文編才能力之餘 亦會訓練同學對於全球新聞 世界發展趨勢的觀察力和分析力 讓他們有能力 將國際性新聞資訊帶給公眾 認識世界 傳理學院培養了我們社會議題的 動察力、分析力和應變能力 在這個順跡萬變的年代 仍然能夠做到高質素的新聞 除了學士學位課程 學位銜接課程 和高級文憑課程之外 傳理學院亦為現職傳播行業 或者有意繼續在相關學術領域深造的人士 提供各類專業的碩士和博士課程 學院邀請大批業界知名人士擔任講師 說透過講座、座談會、工作坊、註校指導等形式 給同學掌握最新的業界資訊 並吸取港者的寶貴實戰經驗 同學亦有機會參加不同的海外交流活動 或者到國際性傳播機構實習 狂闊視野、建立人際網絡 為日後投身社會暴露 傳理學院所在的傳理士藝大樓 配備貼近業界專業水平的先進設施 包括人工智能與媒體研究實驗室 道比傳景聲、Sound Theater 電影電視攝影廠 廣播新聞錄影室 行為傳播實驗室等等 提供理想的教學和研究環境 給同學在學習課本知識之餘 亦掌握各類器材的操作技巧 實踐所學 2018年傳理學院創辦50年 張秉承遠分為真為善的精神 積極培養專業的傳播人才 在信息萬變的世界裏面 傳理人貢獻社會領導未來 為真為善、傳理50 靜大傳理學院會既往開來 培育更多具有全球視野的 傳媒影視人才及傳播領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